为防止不法之徒利用我国的通信管道进行诈骗 去年共有超过9200条电话线和29000多个WhatsApp账号 因为怀疑涉及诈骗案而被警方申请注销 内政部也指出警方有接到一些报案 称骗子使用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 但这类案件的数量并不多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 在国会答复议员有关语音克隆案件的提问时指出 警方没有追踪这类案件的数量 但不管是哪种诈骗类型 当局都会同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 例如要求本地电信公司和通信应用公司 注销怀疑用于诈骗的电话线和通信账号 严防罪犯利用我国通信管道进行诈骗 尽管涉及声音克隆的通报不多 定了解最新诈骗手法 内政科技局也借助人工智能 研发出能探测语音克隆的方法 即将启用的网络安全先进技术中心 也有助提升我国应对深度伪造的能力 费少尔副教授也强调 对抗诈骗需要社会各阶层的通力合作 公众必须保持警惕 包括在数码设备下载额外保安功能 再三确认来电或来信者身份 并在遭遇诈骗事件时 立即通报警方 threw стро�配音格